大家好,我是WaWoodie,玩具狂人 既然剛才有一個速開箱,當然要開燈 這個6-pack的精彩之主就是會送燈 所以現在炒價炒到1200元 這個是瘋價 如果你可以說是在8月內的訂價買到 是好的,幸福的 這些地台有時要看情況 因為始終它站在的時候未必是最穩的 有個左邊比較安全 這個燈就是今天的主角 主角之一 它會給你不同的影片去換 Fayback logo版的就是2016 Versus Superman的時候就有了 Fayback Fayback logo,中間是Batman & Robin Hot Toy 才有開合版的一個個個的扇軟 這個省皮就純粹是一條條線就算了 Hot Toy 要一千元,看看值不值 又要買銀卡 由1989開始 Batman Forever Batman Robin 然後就是Dark Knight Anyway,它現在預設了一塊膠片給你 就是TDK The Dark Knight 即是Christian Bell 我的三部曲 裝上去 有些燈是賣到百多元的 或者是幾個稅 現在馬上試燈 OK 按 看看 都很帥 待會再試打到牆的效果 是怎樣 既然是Christian Bell The Dark Knight 一定是放在旁邊 先收拾其他東西 放在旁邊 看看它的效果是怎樣 沒有設置到牆的 諸如此類 現在普普通通拍幾張 速評,速分享 這個世界輕績食文化要快 慢了的話,回來吃虧 所以要快 好了,現在這樣站 其實不是站得很穩 都是用左的安全 雖然是手 只有兩個拳頭手 如果有一個開合手 那你扶著斗篷 整個斗篷 贏很多 加上地台 穩固很多 腳踏 很帥 你幻想一下 他就站在高樓大廈上面 不過正常這個雙號燈 就不是Batman自己開的 應該是由Gordon局長開的 但Gordon局長 好像沒有出過 應該是The Dark Knight的Gordon局長 一定還未出 7吋高 現在只有拳頭手 假裝扯起斗篷 其實用White Tech都可以 現在就懶了 沒有White Tech 也沒有搞到鐵線 但是一個布斗篷是有型的 因為一定比你用一個硬膠的斗篷 現在試試一下 打到牆場是怎樣 剛剛走廊關燈 這個Logo不清楚 一定要靠到很近的牆場才看到Bat Logo 如果離遠射的話 就會模糊糊糊糊 換句話說 你換了什麼膠片都沒有用 因為Bat Logo也不清楚 很明顯的USB燈是不夠強的 除非你自己換另一個 超亮的 那你就可以打到Bat Logo在牆場上 現在有一些Close-up 一個補完 這個第四集我是最不滿意的 因為整件夾都不像Postar的 閃亮亮的效果 但是Anyway 因為第四集是阻止鼓尼 我根本都不喜歡它 還有那時候的票房也是一般 TDK 這個就是小型 布斗鳳 幸好我沒有進入之前的膠豆鳳 對比Bat Logo 有些對比圖 其實很容易認的 6-pack最新版本 就是所有都是布斗鳳 你會看到布斗鳳 就是6-pack version 這個對比到 是2017年 Justic League 左邊的就是布斗鳳 左右左邊也是布斗鳳 你會看到分別 沒有眼罩版 還有原來最新的2022 它就是看前面 而且下巴是削一點 上年買的版本 就是肥下巴版本 還有射躲在另一邊 所以是不同的 希望這個補完大家清楚 這個6-pack是甚麼意思 有甚麼強弱 差在沒有替換手 好就是剛才說的 box art 還有面相 那些上色 都是有改良度的 要你喜歡上的分享 請like share和subscribe 多謝各位 拜拜 字幕字幕提供